为了提高市区停车周转率 并且让收费更加公平 交通处市政府交通旅游处提醒市民朋友 从民国102年元旦开始 包括市区及郊区的路边停车 和公有立体停车场停车收费 都以半小时来计算 为了提高市区路边停车周转率 让停车格更具弹性 从民国102年1月1号元旦开始 包括安一路 信一路 祥隆桥以西 信二路 义七路 义西 信三路 信四路 信五路 人一路 祥隆桥以西 人二路 人三路 爱二路 义二路 义三路 义四路 义七路 孝三路 中正路 南隆路 安乐路二段等路段 小行车收费每个小时收费 调整为30元 以半个小时来计算收费 大型车辆加倍计收 目前基隆市有实施路边停车收费的路段 总计有26个路段 其中停车周转率比较高的路段 比如说我们的爱三路 爱二路这一带 这18个路段 我们从这个102年的1月1号开始 我们就调整这个差别费率 由目前的一个小时20元 我们提升到一个小时30元 但是我们计费的方式 从原本的一个小时计费一次 更改为半个小时计费一次 让这个仁爱市场附近 庙口附近 这边临时停车的购物的民状 他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内离开的话 他的这个缴费的金额 反而是降低 另外在郊区部分的路段 也就是信一路 降龙桥以东 信二路 益七路以东 仁一路 降龙桥以东 益九路 中山一路 安乐路一段 益二路丁段 中传路等 小行车收费 每个小时仍然维持20元 也是以半个小时来计费 那其他像中传路 像这个 仁一路 降龙桥在过去 比较偏远的这个路段 我们一样维持 原本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方式 仍然是这个 一个小时20元 但是还是是半个小时 计费一次 那从明年1月1号开始 全市有路边有收费的路段 全部都是改裁 半个小时计费一次 而全市公有立体停车场的 计费标准 同样改以半个小时来计算 那公有的这个立体停车场的部分 那它的收费方式 还是维持原来的收费方式 一个小时是 有的停车场它是20元 那有的停车场它还是维持 原来的费率就是 一个小时30元 但是这个计费的方式 全部都从1月1号开始 都一律改成 这个半个小时计费一次 半个小时计费一次 那这样的话 同意的一个做法 让临时停车的民众 它有比较合理的一个 缴费的一个标准 记者吴俊松 蔡宝宝